欢迎大家来到丰严雅序 奇幻瑰丽的色彩 惊人的毅力 乡土的挚爱 丰严雅序公元2024年5月10日 林兴岳 台湾美术的建构者 画家 作家 艺术策展人 刘吉赫德 刘昌汉老师主讲 刘老师请开讲 谢谢您 谢谢 各位丰严雅序的朋友大家好 算一算大概这两三年 我在丰严这个网络平台上 大概做过十几场的译文的讲座 但是从来没有一场的讲座 专门来讲一位艺术家 今天可以说打破前例 我想为大家介绍 我在艺术界交往 非常深的台湾的画家 林兴岳 只是因为我们中间的友谊 而是他对台湾艺术的贡献 和重要性 我觉得非常值得 跟大家来做介绍 让大家有更多的认识 林兴岳的生命 非常富有传奇性 也可以说非常的坎坷 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过世了 所以他是遗父子 他的父亲 其实曾经到日本去学习雕塑 是艺术家 他后来回到台湾以后 从日本回台以后 在台中的工艺专修学校教课 可是很年轻 26岁就染患疾病过去了 当时他的母亲带着林兴岳 跟他的哥哥叫林聚岳 两个人就回到娘家去过日子 后来因为战争 当时是战争的背景 那因为战争避免轰炸 所以他们就搬到郊外去住 搬到郊外去住以后 有一天他母亲在郊外染犯了瘧疾 就说要到城里去医治 就跟他们告别他们两兄弟 就到城里去 但是在城里又不幸地过去了 所以他从五岁开始就变成 没有父母的一个孤儿 后来他的二伯父觉得他们是林家的孩子 就把他们从他母亲的娘家 接回了林家去 可是二伯父的个性比较急躁 二伯父对他们也并不很好 所以他们感觉到了寄人篱下的一种 很不幸的一个童年 那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他的大伯父回来 跟他的二伯父就商量 他们两个人一起 一人来抚养一个孩子 最后他的哥哥林俊悦 就留给了二伯父来抚养 那大伯父呢就带了林新悦 那从那时候开始 其实大伯父对他也很好 善尽教导的责任 可是大伯父本来是师专毕业的 是在教书 可是在就是台湾 刚刚光复那几年 他不适应这个教育的系统 所以他就辞职 而开始做生意 最后生意失败 可以说经济发生了非常大的困难 那因为他们参加教会 他大伯父是参加教会的 最后呢 就让林宣悦进了基督教教会的 一个抚养院 在那边生活了六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林宣悦从非常小的时候 还没有出生 他父亲就过世 五岁的时候他母亲过世 然后他被他两个伯父 先后来抚养 最后又在孤儿院来成长 这个过程非常的不幸 遭遇了混沌 失忆 孤独 还有自尊心的巨大的创伤 可以说塑造了他后来 非常强悍 激烈 哀政分明的个性 他后来进到师大艺术系 在艺术系的时候 他主攻水彩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贫穷 负担不起相对昂贵的油画的材料 他自己跟我讲过 当时上完油画课 交完作业以后 下一张油画的可能又把前张油画 拿来当做底给涂在上面 他买不起新的画布 是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他当时在师大 他主要的画的是水彩 他在学校的戏展跟校外的机场比赛 他都夺得了水彩的手奖 他们师大他的那班同学 其实是非常强的一班 我们知道台湾艺术界 比较有名的好几位画家 像何怀硕 像周成 谢孝德 江贤二 姚庆章 顾从光 这些都是他们同班的同学 所以在学校里面 大家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这些人后来在台湾都展露头角 林兴玉呢 他毕业以后 他用他的超现实的画风 可以说崛起 当时一心的画坛的耳目 他也曾经和何怀硕 一起开画室 两个人都非常不但能画 而且还能写 很得到年轻学子的喜爱 我和林兴玉是在西班牙认识的 这是林兴玉的父亲 林坤明跟他当时的雕塑 这是林兴玉小的时候 跟他哥哥 还有他母亲的照片 这个是他的情节 林兴玉在中学的照片 还有这个是他在师大 师大那时候的一些非常老的照片 我跟林兴玉是在西班牙的时候认识的 后来他回台湾的时候 经历了韩航遭到极落的事件 在台湾定居以后 他开始专注于写实的台湾的风景描绘 在许多唯西方的马首士丹的人的眼中 这些人认为他走的一种回头路 因为他以前走的是超现实 是西方的现代艺术的一种 后来他就画写实的风景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走的一种回头路 认为是一种错误的道路 可是在他因为关怀政治 对于社会改革提出了很多的建言 尤其他有一种台湾主体意识的论述 最后成为绿营的文化大佬 到晚年他描画饱满风食的台湾水果的系列 用色非常的丰富 把南太平洋海岛风食的形象可以说显露无遗 不过他的身体很不幸长期受到 帕金森症的困扰 即使病情日重 他仍然创作不错 他一身显示了艺术家不屈的意志和灵魂 并于生活的土地结为一体 我们可以看看这是他早年的创作 这也是他早年的创作 他的素描 然后我们看他早年的超现实创作 这是我取的名字叫《思静的自然原乡》 我们先看看超现实主义的兴起的一个背景 超现实主义是20世纪广泛影响了国际文化的一个学派 在1924年正式诞生在法国 他的直接的缘起起因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带给知识青年的幻灭思想 以及对于传统价值体系的一种反叛 他虽然跟稍早的达达主义关系密切 却不像达达那般愤世嫉俗 一味的颠覆和摧毁 而具有明确的社会观点 超现实主义宣言的作者是诗人布鲁东 他早年洗衣 接触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认为无意识的是精神的真正的实际 艺术跟梦幻同源 因而他倡导反理性的美学主张 致力突破和于逻辑的现实观 以于本能潜意识和梦的经验 融合寻求一种绝对的超然的真实表达 超现实绘画包括了两种创作的手段 一种是以具象的写实 重组一个非逻辑的表现世界 像我们看到熟悉的 这个是左边的是达利的 右边是Marguerite 比利时画家的 他们用具象的写实抽法 但是画出一个完全像是梦境一样的 不是现实世界所看得到的一个 一个非逻辑的世界 那另外一种超现实的画法 而创作的方法呢 它是一种抽象的意义的 自动的技法 来揭示创作者个人无意识 或者下意识的思想 像是左边的这是米罗的 右边是德国的画家 马克思恩斯特的作品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大量的欧洲艺术家 前往美国去定居 使得超现实主义在美国风行 并成为拉丁美洲当代绘画 以及南美洲的 模范写实文学的滥商 台湾在当年因为资讯封闭 直到六十年代后期 才逐渐有艺术家 采用这种手法来创作 那林兴乐是台湾最早进入 超现实领域的画家之一 差不多跟他同时 严格地说 只有另外一位陈锦荣画家 这是陈锦荣的作品 在这个领域真正探索过 不过陈锦荣的作品 比较严谨内敛 而林兴乐的 比较具有一种诗情 林兴乐呢 他早年的超现实绘画 设列了上述的 两种的技法 一种就是用手画的 这种我们叫做具象的 写实的方法 另外一种呢 是用抽象意义的自动技法 来做表现 他的这些创作呢 受到了前面刚刚讲到的 那个马克思恩斯特的影响非常大 这是马克思恩斯特的作品 他的作品 而且马克思恩斯特他还用了 对于自然的题材 做了很多 这个在西方的超现实绘画里面 画家中比较少 像他画的这个树林 画的这个 应该算是月亮吧 画的这种景色 用很多自然景色录在画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看 林兴乐的他如果用 比较手画的写实的方法 早期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他的作品 叫禅乐 这个是他的作品 神秘的森林 还有这个是银乐 这就比较有诗情在里面了 这个是树塔 都是他早期的一些 超现实主义的作品 这张是我在旧的杂志上找来的 我想这颜色已经不太对了 当时的印刷并不很好 但是在林医院的别的画写里面 找不到了 这个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张画 我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些 这也都是 他用很多线条 用手工来画 加上颜色 可是带给一种超现实的 跟现实的风景画 并不一样的一种表现 这也是他画的当时的绘画 这个也是 这个在画写上还看得到 但是这张在画写上 已经都看不到了 今天林医院太太给我回信说 他们也会上网看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不在这个荧幕前面 如果看到的话 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 这些非常老的作品 我能把它们找出来 我也很高兴 这是他的作品 还有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 这个是他的 都是那时候用手 一笔笔画出来的 像春枝换油 像这个也是 这个都不知道年份了 但我相信都是差不多时候的 我从旧找字上面翻找出来的 还有他当时画的人物 可以说如梦似幻的这个人物 这个也是 林医院也很喜欢画猫 我待会会讲到 他画的这个窗的作品 这些是用手工画的 但是具有超线实的风格的一些创作 这也是 还有一些作品呢 它是用这种自动技法 就像刚刚的那个马克思恩斯特一样 马克思恩斯特的很多作品呢 它是用一种拓印 像把画布摆在 不平整的那个木头上面 用很硬的笔去刮它 把那木纹给刮在这个画的上面 用这些技法 那林医院呢 他是用玻璃籽 据他跟我说 当时他是用玻璃籽 蹭着那个油画的原料 没有干的时候 把玻璃籽放在上面 最后把玻璃籽拿开来 就会有一种斑波的 一种激励的效果 他用这个方法呢 来做一些 先把一个整个的感觉给弄出来 然后他再把它收拾 成一个完整的绘画 这是林医院那时候的 用半自动技法来做的 一些创作 这是他的素描 有的时候他素描当作草稿 然后像这张他画了这个 最后他就画成了油画 变成这种样子的油画 这个也是他当时的一些作品 那林医院的这个牛骨头 我待会儿可以看 这也是他当时的作品 林医院呢 他的牛骨头可以说 也掺着了这个 叫叫Kiv的牛骨 不过他把这个牛骨给放在他的画里面 来表现内心的一种孤独 冷凝跟哀伤的情感 超现实画家中 可以说 萨博多达利是一个伟大的沟通者 那林医院的作品同样 具有这种沟通的特质 让别人一看 并不很艰涩 很难懂 让人一看就被喜欢 他的内容虽然不像一般的超现实 西方的超现实主义那边 带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性 林医院的绘画比较充满一种梦幻的想象 他倾诉生死的悲叹和失情 除了少数最早作品带有愤世悲情以外 他通常的作品都哀碗苍凉 却又并不是全然令人窒息和绝望 有时候带有一种欺迷之美 那我们看看接下来林医院到西班牙去 他大概是1977年到西班牙去 我们是在西班牙认识的 当时我在西班牙刚刚结婚 后来生了我的女儿 在西国南部马拉嘎城 我想很多朋友也许去过 靠近芝波罗陀那边马拉嘎 也就比卡托的出生地 我们在那边的郊外海边 投资了一家餐馆在那边生活 那林医院虽然比我年长 但是他当时是绝安一生 他到西班牙来 听说有个画家住在南部海边 他就到这边来跟我碰头 他告诉我说他想要找一间画室才就要好好换画 他托我帮他找一个地方 所以我帮他找了一个离我们餐馆不远的地方 也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朝气相处 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成为很好的朋友 至今我们俩一起都保有许多共同的温馨的回忆 当时我女儿才差不多两岁的样子 林医院非常喜欢小孩 她对我的女儿可以说宠爱有加 让我跟我太太至今都印象深刻 至今难忘 在当年生活 我自己生活重压之下 她向我展示了一个专注职责的艺术工作者的样板 所以我们看看当时她的一些作品 这是1977年她的水产 其实很像中国画 喜欢画这些枯树树干 画秋天的景色 加上了几只飞鸟在那个树干中间 这也是她当时画的画 这张她送给我 现在还挂在我家里面 是她当时的作品 这张也是 她喜欢把水材质给打湿 然后来画 所以有一种渲染出来的那个效果 这张画是当时林俊玉送给的我母亲 今天还在这边 这是林俊玉当时在她的画室里面 画室里面她画的一些作品 这张照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我拍的 后来在林俊玉的画册里面有这一张 画册里面都说这张是1975年的作品 但我后来回想一下 这张照片应该是1977年拍的 我们可以看到那张画 只是当时她还没有加上那只白色的牛 应该是后来加的 所以我这边我把它写成1977年 我想应该是1977年完成的作品 当时我整天忙着餐馆的事情 林俊玉在那边专心画画 我看到她这种生活我是非常的羡慕 我觉得当个艺术家真的是应该把很多事情放下来 专心在创作上面 这是她在西班牙画的一个花中少女 这张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后来登在台湾的《皇冠》杂志上面 但是引起了是不是色情的被当时应该是警种吧 来关切这个画 也是那个台湾的社会当时是比较保守的一个社会 她的这张作品 那这是她后来已经离开西班牙以后 她画的作品叫《大树下的西班牙牛》 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喜欢斗牛 它的那个牛的形状是这个样子的 完全是西班牙斗牛的那种形状 可是它中间加上了这个树这些 它的水彩已经不是纯粹的写生 而是它加上很多自己的经营跟构图来做创作 它的西班牙成物 也是1981年都离开西班牙以后 它的回忆 所以我觉得西班牙那段时间 对它有相当大的一个意义在那边 还有这张是它到2006年画的 以毕萨岛的印象 这也是西班牙一个海岛的一个景色 我们可以看它在后来很多作品里面 都陆陆续续还是出现了很多 西班牙的这些情景 这个是它的西班牙的一些对它的影响 在1978年4月20号 它碰到了一个航行的一个事件 在1978年4月 它为了要办理西班牙20世纪名家画展 它准备回台湾 我在西班牙南部送它上了火车前往巴黎 然后搭乘20号的航行902班机 902班机准备经过阿拉斯加前往韩国首都 然后它转到回台湾 那个飞机上载着109名乘客和基础人员 不料偏离了航道 飞到苏联的领空 结果遭到苏联军机攻击而受创 迫降在苏联和芬兰边境的冰湖上面 我们可以看看 实在是不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发生 这绿色的线这代表当时从巴黎准备飞到汉城的航线 中间会经过阿拉斯加安克拉治然后到汉城 结果飞机飞过了大夕阳到了格林兰上空不久 就开始往折返 那红线就代表当时的这个路线 结果飞机又飞到了俄国的领空 靠近芬兰的边界 所以被俄国的军机拦截就开火 把那飞机给打伤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飞机当时迫降在冰湖上面 飞机的左边翅膀的前面都已经打烂掉这个情形 是非常幸运的 那飞机上面有两个人死亡 有13个人受伤 那林兴玉跟他当时一个朋友 陈明德一起回去了 两个人算是很幸运没有受到伤害 在这个当年反共抗恶的背景下 台湾可以说没有人去过苏联 那此次事件吸引到大量的媒体报道 他们在苏联待了以后 因为各方面交涉 后来派了专机 把他们从莫斯科送到核心机 再飞到日本 到了日本以后 林兴玉说有差不多200多个记者在那边等着来做采访 他们自己才知道受到了国际的关注 那后来的几天在日本 简直是台湾的当时的三大报 紧迫惊人天天都跟着他们 希望他们来写这些报道什么的 所以后来林兴玉帮联合报写了五天的 这是当时的报纸的报道 发现上面韩航这些飞机上面有两个台湾的人 然后查证中间一位是画家林兴玉 然后林兴玉帮联合报写了五天的连载 讲这整个的事件跟到了俄国的这些经历 当时是轰动意识的一个新闻 然后事隔五年之后 在1983年8月31日 有另外一架大韩航空007号搬机 也是不晓得为什么 它闯入了苏尔的领空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虚线是本来应该走的航线 这个实线是飞机走的路线 它就经过了枯叶岛 就到了苏联的领空 结果这一次被苏联的飞机给开火 在库越岛的西部开火 把飞机给击落 全机上有269个乘客全部死亡 当时都登到了TAMS的封面上面 所以如果跟这五年以后发生的这次韩航事件相比 林兴玉帮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 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林兴玉他早年写过的一些文章 他中间有一篇文章叫做创与舞台 另外他还有一篇文章叫做舞台空间的创作原理 所以我们要欣赏林兴玉的作品 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舞台观里面可以开始来找演 他曾经在文章里说我画画就是说我变成导演 变成编剧这些石头就变成我的道具 这是林兴玉的文章里面写的 他是作品里的景物犹如演员借由演员的集体演出来构成一个具有主题意运的场景 所以我们看他的作品你看像这个名称就叫冬季的舞台 就是一个舞台的布景一样这是他的作品 像刚刚他也用了那叫叫Keefe的那个牛骨头 做一个他的布景里面的一个演员一个角色 他其他的一些画我们看也都非常像舞台的金银 这个也是在西班牙时候画的古剧场 那还有呢他画的这个古典之追忆这些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舞台的金银理念呢 注重一种次序和气氛的营造 以表现冥想和规矩的印象 并且写来运用对称的构图来处理叙事 那舞台金银的理念使他的绘画不像一般的印象派的 外观派的写生 也不同于林布兰的星象的聚焦 而他呈现一种舞台营造的气氛浮成 像是有舞台的灯光在打 而且不是一个灯光 而是很多的灯光在打 他特别喜欢搭建夜景的舞台 他觉得夜景比较神秘而荒凉 采用鱼骨头树的枯干入化 属于个人内心的极了演绎 牛头枯骨传达出生命坚硬的悲伤 这个是他的一些作品 他所作超现实风格 后来虽然因为致力于本土的描写而中断 但是从来没有忘情 一直到了晚年 他重新又拾起了这个超现实的画风 这个是他早年的超现实的 这是后来的1980年代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些 其实都很像舞台的演出 舞台的布景 可是到了2006年以后 可以说到了他比较后来 他又开始重拾了一些超现实的画风 这是他的一些作品 那在众多的颜色里面 林轩月特别喜欢用白色 相对于灿烂的颜色 他认为白象征了一种忧郁和伤感 也带有一种庄严的意象 在他的绘画里面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这个是他画的日本的奈良之中 他用树干来表现了那个建筑 这是他2011年画的 还是很有舞台的经营的 这种气氛在那里面 OK我们看看林轩月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另一半 林夫人 海航事件之后 他决定在台湾定居 他当时讲要死 应该死在自己的国土上面 所以他决定在台湾定居 那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名声 尤其韩方之后 马上大家都知道 有这么一位画家林轩月 所以有人开始为他介绍结婚的对象 原先介绍的是他后来 林太太魏景秀的表妹 但是在相亲的时候 林轩月看上了当时便衣作陪的表姐 展开了追求 那本来呢 女方他有一些抗拒 因为觉得是给他表妹介绍的对象 可是后来他的阿姨 鼓励他要开始交往 认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 所以他们才开始了交往 等到林轩月获聘为 在国际台北艺术大学任教的时候 有了稳定的工作 这他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 从这个台北艺术大学一成立 他就在里面了 最早的老师 在那边教书的工作稳定以后 他们两个人在1982年订婚 这也是林太太跟林轩月的订婚的照片 旁边的是台湾的老花椒 林之助 也是台中的老花椒 来在他们订婚宴上 跟他们合一 那后来呢 在1984年 他们结婚 那据我所看到的报道呢 因为结婚的时候我在美国 当时我在美国还没有身份 我也不可能回去 那可是我后来看到报道呢 是说当时这个林太太魏锦秀呢 有一次到林轩月的画室去 看到这个画家一个人 一切都是那么乱 没有持续 她觉得一个独生的画家 需要人照顾 所以虽然林轩月没有非常好的身世 是孤儿 不像这个林太太家 她是一个出生于一个医师家庭 可是她觉得林轩月需要人照顾 所以她就答应嫁给林轩月 那他们结婚之后 林太太除了支持林轩月的工作之外 也给她很多的自由 白天都让林轩月满到处跑 她说可是呢 她也给了林轩月从小失去了 家庭的温暖 林轩月每天晚上一定要回家吃饭的 都是太太亲手做的菜 那林轩月对她太太也可以说 宠爱有家 谈到夫妻相处的时候 她不止一事的跟我讲说 哎呀没有办法 不听话就没有白菜卤吃了 她很喜欢吃她太太做的白菜卤 所以每日她跟我讲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大笑 她是在讨感她自己 我就想到张爱玲的小说 小说里面说要抓住男人的心 要通过她的胃 一点都没有写错 后来林轩月得了Parkinson病 生病之后 太太一直在旁边照顾 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这也是他们结婚不久 他们出去旅游的几张 林轩月帮她太太画的像 林轩月画的肖像并不多 但是这是她帮她太太画的 还有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照片 接下去我们看看林轩月的水彩风景 林轩月她曾经写文章 她说论述过台湾几位重要的水彩画家 包括南英鼎 李泽帆 马白水 习德靖 刘其伟 林轩月特别谈到这几位画家 其实林轩月自己的水彩 也同样的精彩 这个是他们五位画家的 从南英鼎左边开始 然后李泽帆 中间的下面是习德靖 然后那边右上是马白水 然后是刘其伟他们的风景 那他们的水彩 林轩月自己的水彩也非常的精彩 这是她开画展的一个请贴 上面有她的水彩的作品 那多数画家她拿水彩 当作一种记录或者一种草稿 像英国的泰纳 还有美国的河马 温斯勒河马 还有沙金特 还有卫斯 水彩都非常的好 不过他们都把水彩当作一种记录 或者是草稿 可是林轩月她视水彩为创作的一部分 她在文章里面她说 我一直觉得油画好比深海的波涛 气势雄伟 意向深远 水彩则向清溪流水 飘逸洒脱 如梦似诗 所以她写大块的文章 也写小品的诗 她既画油画 她也画了很多的水彩 在回台湾定居初期 她画下了大量的续情的水彩的风景 我们可以在这边欣赏一些她的水彩作品 非常的具有诗意 她的这个水彩 她跟一般的水彩并不太同 她不是那种写生式的水彩 她是写生以后回来的再创作 而且她也不像有的画家是用 透明水彩的技法 或者不透明的技法 她可以说两种技法都用 像这一张就是用了不透明的技法 这个她的水彩画里面 可以说和她超现实作品一样 也有一种孤单的形影 她画人往往都是一个人 但是却比以前超现实的绘画 要更温暖和甜美 从超现实的废墟 到美好的大自然的峰坏入转 或许代表了她 寒航世界大难不死 以及脱离单身的幸福的 一种心境的写照 这是她的一些水彩 尤其亚像这几张非常好 非常的漂亮 她画的银杏 秋天的银杏的树 这是她画的树跟鸽子 这是台湾的凤凰墓 开花的时候跟鸽子的这个情景 这是她底下的牛 也是在凤凰树下 这是她画的秋天 这个也是半湿的状况之下 来画这个树 所以有一种像国画的 那种运览的效果 所以她用不透明技法画的 这个很平凡的景色 在她的鼻底下都画得 变得非常的精彩 那她也喜欢画动物 她画了很多种动物 她作品里面的人呢 常常都是独来独往 或者是独立苍茫 但她的动物呢 就比人要群聚的多了 她喜欢画的动物呢 有几种 第一种是牛 她跟我说呢 她说牛有四个象征 第一个是代表食物 第二是代表劳动 第三是代表宗教 像印度的牛 第四呢 是代表艺术 她说像西班牙斗牛 其实就是一种勇气 死身已知的一种艺术 这是她画的一些牛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看 像这副 有点超现实主义的风格 但是呢 也是一种舞台 布置的经营方式 所画出来的牛 刚刚这副是水彩 这副是油画 我们可以看看 这也是她的油画 双牛 还有这次画了很多的牛 牛竹一起的 还有这个 她画的在芒果林里 底下的两只牛 这种就有点高跟的那种 南太平洋的 很温暖的气候下面的 这种颜色跟布局 这是她另外的牛的作品 她画牛 另外她很喜欢画鸽子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她好几幅画里面 都有这个鸽子 画的 那另外她也喜欢画鱼 这个是单独的鱼 她的鱼也是把纸弄湿 画的有这种渲染的效果 这是用水彩画的 但她也有用油画画的 像这个是晚期的作品 画的台湾的国宝鱼巡礼 这幅画非常长很大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看她那水的光影 画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水底下的石头鱼跟光影 那她早期超现实主义 其实也有很多的鱼 不过那时候鱼都是鱼骨头 像S光照的一样挂在树上的鱼骨头 她很喜欢表现的鱼 在这个作品里面 还有她喜欢画的是老鹰 这个是她的作品 也是很早的 我找出来的 但是没有名字 我不晓得是哪一年 叫什么名 早期的作品 那另外 也是超现实主义的 叫做钟楼 其实钟楼上面 就是一只老鹰在那里 这个是喜欢画老鹰 还有呢 她喜欢画猫 她跟我讲 她说猫是具有神秘感 所以她喜欢画这个猫 我们刚刚前面看到 作品里面有猫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作品 我们也会看到 也有猫在里面 另外她也画马 这白马 这是她喜欢的动物 接下来我们看看 我讲凡乡写诗 在70年代的中期 台南的素人画家 洪通 她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其后呢 发生了相土文学论战 使得相土意识抬头 差不多同时 美国的怀祥写诗 大师魏斯的话 也被引接到了台湾 她的印刷品 由美国新闻出的杂志 什么让更多人能够看到 那她的这种怀旧的风格 可以说深深影响了 70年代末跟80年代以后的 台湾跟中国的画家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 这个是中国画家 何多林的 也是有这种怀祥写诗风格 另外呢 这是文革后期 跟改革开放初期 陈丹青的画的 西藏的系列的话 也是有这种怀祥的 相土的风格 另外这是台湾的画家 谢明昌画的 当时的画家所画的这种 受到的这些怀祥的这些影响呢 大部分都是对于一种 相土的商事的一种情感 那林兴岳他虽然欣赏未施 可是他并没有陷入这种 青腿家园题材的 我们讲婉转哀迎 反而他用一种薄距和宏观的 视线 将这种商感 转化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80年代中期 林兴岳的创作 《重新》逐渐从水彩 移转到油画上面 从卓水溪系列开始 他挥别了 为辅心子 强说仇的青年的幻梦 台湾壮阔的大山 翻滚的极流 擦天的树木 师徒施景吸引他 直接去面对 以画笔去记录 并将之化为强润的生命的叙述 这些作品 我在后面 我会再一一做展示 接下来我们看看 林兴岳生命中 艺术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他的一个思想 就是政治关怀 在上世纪890年代 台湾经历了解缘 然后蒋经国去世 反对党成立 野百合运动 中央民意代表 全面改选 一直到总统直选 等一连串的巨变 林兴岳出于对于台湾历史 与人文社会的关怀 他经常用文字来论述发声 对于台湾的主体意识论述 没有犀利读到的见解 因而和当年的党外的精英 逐渐走到一起 他来往的这些党外人士 也就是后来的绿营人士 我所知道的有谢昌廷 林卓水 叶居兰 游青 卓榮泰 陈芳明 甚至蔡英文等等 他都有所来往 他参与了许多的文化建设的工作 成为绿营的文化推手 不过林轩越跟我相处很久 我非常知道他 他不是那种盲目的所谓的绿色基本教育派 他很早以前他就说过 他说1949年国民政府迁到台湾 他说这对国民党是一个悲剧 他说但是对台湾是一个转机 他说因为大量的人才 各省的人才 故宫的文物 还有黄金都转移到台湾 使得台湾从一个边陲海岛 变成一个中华文化的重镇 他的这种论述可以说非常公允 他并不是纯粹的基本教育派的这种观点 他对于一般的事物 推动很多文化的工作 对于事物的观察 也有很细腻入围之处 例如他认为被一般台湾人称为勇者的二八 被难的画家陈辰坡 很多人说陈辰坡是勇者 可是林轩燕他认为陈辰坡的夫人 他背负了亡夫之痛 韩悲人类的教养下一代 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勇者 当时他建议台北市的美术馆 筹划的二八美展 要跳出框架 从受奈者延续到他们的遗孀 和他们的后代 这些他们的遗孀跟后代 在漫长艰辛岁月中 经受的煎熬与折磨 展现了台湾女性坚忍的美德 跟伟大的清朝 这是林轩燕对于 时事社会跟政治的一些论述 那他对于周边的 艺术界的人士 我套用一句一评人 叶玉静 著作里面评论林轩玉说 林轩玉对于前辈 倾向于肯定跟支持 对于晚辈 采取包容鼓励 他对于女性 以主流圈外的弱势 则明显的互短 为对于平辈同代的人 以严格的水平视野 平行对位 白眼多 亲眼少 保贬的浮标 与同情的指数 随其艺术情感 与美学直觉和浮沉 这个讲得很直接 但是林轩玉是一个性情中人 他不会娇柔照做 不会去做一些虚伪的恭维 他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台湾的艺术权 其实也是一个江湖 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资源争夺非常的剧烈 这是林轩玉早期 他参与文心的一个论坛的照片 这个是林轩玉后来开画展的一些照片 他参与了很多这些文化的活动 这是他写的很多的著作 还有很多我没有摆在一起了 这是我家里的一些 还有一些的书架商会 我没有找出来 没有摆在这里 那这个他写的一本很重要的书 叫台湾美术风云40年 去述台湾美术的发展 对于台湾的本土艺术的一个论述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 那可是台湾的艺术圈 他说因为资源争夺剧烈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自身其间往往身不由己 尤其在一个从威权迈向民主的 骤变的时代 积极强悍 爱政分明的个性 使他卷入许多纷争 比较大的纷争有两个 第一个是1991年 刘国松跟林轩玉轰轰烈烈的比赞 这比赞是刘国松发动的 那当时刘国松在纽约 他认为林轩玉写的台湾美术史里面 有一些地方他不赞同 那尤其他认为对于他们的老师 于君子的一些批评 所以他开始写文章在雄师美术上面 开始不是很客气的批评 这个他的看法 而是很严厉的用一种攻击性的语言 来写这个文章来批评林轩玉 后来林轩玉就回击 两个人前前后后各写了两篇 在雄师美术打的是轰轰烈烈 都有非常激烈的人身攻击 辛辣的程度可以说台湾以前前所未有 其实林轩玉跟刘国松很老就有认识了 两个曾经也彼此欣赏 可是后来因为双方代表了不同的 这个其实是一种对于台湾到底是走现代派 还是走那个本土派来 谁来主导台湾美术的权势权 这个是这个背景是从这个发生的 从那之后呢可以说台湾的本土的这种论述呢 在台湾可以说站定了脚跟 如果从以前打很多笔蛋都是胜利者 但在这次的笔蛋最后一般都认为 其实没有说绝对的胜负 可是一般认为它的直接影响是现代派 在台湾可以说告了一个段落 因为以前五月东方法会都是走现代主义路 可是从这次笔蛋之后 台湾的本土的艺术论述占据了 台湾艺术的可以说主要的一个主导的地位 那另外一次重要的事件是1996年 台北市立美术馆的事件 当时陈锡扁刚当选了台北市市长 可是他们主派了一个人 做台北市立美术馆的馆长 那个人呢在美术馆里面做了很多很多 很不对的事情 引起了艺术界很大的反弹 例如他拿九指等的人派他去做五指等的事情 派美术馆的研究员去做工友的事情 然后呢他们要收藏一位东海大学的艺术教授的画 可是呢双方谈价钱始终谈不了 后来要他那个东海大学教授叫黄海云 要他来降价 美术馆要降价才肯收藏 那他一再降价 美术馆都说还要低还要低 最后他说那你能不能把你们的底价告诉我 结果他们的底价是他开价的二折 所以那个黄海云非常生气就说你们不是要来收藏我的画的 你们是来侮辱我的 这个事情就闹得非常大 那很多美术馆里面的人跟外面艺术界人都对美术馆的作访不满意 大家把很多讯息就送到黄海云那边 希望黄海云能够带他们出头来争取一个公道 那黄海云当时呢他也考虑到 因为他是觉得如果拉了博民党的这边的人来帮助他 的话就有这个党派斗争的色彩 所以他当时拉的是民进党的一个市议员 卓荣泰就是现在内定马上要当行政院院长的卓荣泰 拉了他来帮他举行记者会 叫做抢救台北市立美术馆的记者会 另外他写了一封信 一信叫做我的指控我的期待 美美馆事件给陈岁扁的一封公开信 因为这里面大家发现了这个美术馆呢 为什么会要把那个黄海云的价钱压那么低 他们美术馆每一年编列的这个收藏的经费用到哪里去了 最后发现都拿去买了那个陈水边太太吴苏珍的表姐叫王春香的画 那王春香画的台湾其实说起来真的是不入流的画家 当时把一大笔钱去买了那些画 所以林轩也非常生气 他觉得整个的作为比威权时代的国民党领导的这个台北市立美术还要不好 所以他举行了这个记者会并且写了这封信来给陈水扁 那这个事情呢搞自对美术馆馆长张正宇下台 因为当时陈水扁才刚当台北市市长不久 他语意还没有封 所以就最后他让那个张正宇就自动辞职下台了 可是这个吴苏珍跟他表姐的这个关系呢 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传说 包括陈水扁当了总统以后 很多人都说要去买这个王春香的画 当做挂号 当做入场的门票 这样就可以去见陈水扁到官邸里面 可以请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腐败的开始 只是当时刚刚开始的这个情景 也是很不幸的台湾的一个事件 可是呢这个事情 美术馆馆馆下台以后 事情并没有结束 这些美术馆马上去法院 控告林新院妨碍民遇 这个站长就从一个社会舆论转到了法院 从社会舆论跟那个艺术界 很多人关注的就变成一个 大家不太注意的在法院里面的攻防 那最后呢 张正宇他们连败诉 可他又一再提出上诉 官司打了三年多 最后判决是不起诉 且不得再上诉 才终于胜利结束 所以经过这几次大小战役 使他成为艺术界公认的一个 可谓的对手 很多人对林新院是又爱又恨 令他赢得了梦幻奇事 铁甲武士 年轻一代的导师 保护台湾美术的教父 还有怒合之时等等威名 可是呢 伸张正宜的代价 他在患得哀告 在法院里面孤军奋战 当时已经没有太多人会关注的时候 他等于孤军奋战 现实的冷暖 只有他自己才能够体会 在这段时间他画了一些作品 像这个黑日 像台湾当时戒严统治的一个背景 他画了有台湾戒严统治 我们可以看到老鹰在天上寒旋 那个树木都是枯干的 这个景象 他画了远眺火山岛 在火烧岛 这时候因为已经戒严了 火烧岛最后的一抹夕阳在那边 还有这个是归乡这个作品 归乡这个作品呢 他在画解缘前后 大批的台湾的黑名单上的异议分子 争先恐后的回到台湾来 来帮助故乡的建设 就像归于归乡一样 那这段话我上礼拜讲 台湾美术的时候也讲到过 当时我正好回台湾 他画这段话画了一半 差不多画完了 我看了以后我跟他讲 我说你水画得非常好 但我觉得鲑鱼好像还有一点点 跟真正的鲑鱼不太一样 所以他就跟我讲 他说那你就带我去看鲑鱼 所以我们两个就从台湾 搭了飞机飞到西雅图 然后我租个车 还有我太太 我们三个人一起就到了加拿大的 那年正好是四年一次鲑鱼的一个大的泛滥的季节 我们就到那边去渗着河去看这些鲑鱼 就是当时那个鲑鱼呢 到快要跪乡到他出生地以后 慢慢就其实从他海里面游回河里 鲑鱼就不吃不就这样的一路的 可以说游到他出生地已经是遍体鳞伤 然后颜色慢慢的变红 最后呢那母鱼产暖 公鱼会撒下精子 然后就慢慢的死亡 是一个非常壮烈的一个生命的归宿 那我们当时去看这个鲑鱼的归乡 然后林逊玉就完成了他的那张画 好像那张画现在是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给收藏 这个是他的这个归乡 使他的这些作品呢 跟他的一贯的文字论述来结合 成为本土关怀的实践者 那那一年有一年大陆的画家陈丹青到台湾来 在国福建开展了 我正好也回台湾 那我就请林逊玉跟陈丹青一起吃饭 当时陈丹青看了林逊玉的话就说 林逊玉的话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风景画家 因为他的画里面有非常多的 跟这个政治跟国家的这种 这种关怀的在里面 这是他后来画的叫做《森林寿难纪念碑》 也是有这种社会意识的作品 所以他的作品其实跟他的历史的批判和社会也是结合的 相较于其他的国家 林逊玉他跟我讲过 他说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化 最大的成就就是没有流血的过程 这是民族珍贵的 这个是他跟我讲的话 那对于台湾土地的认同 在80年代中期林逊玉经过水彩风景的暖身 他开始用油彩来绘制更大尺库 写实的本土的风光 可以说水彩里面除了凤凰墓这些有台湾的景致以外 其他的台湾景致并不明显 可是呢 从80年代中期林逊玉的油画开始 他的本土的色彩就越发的鲜明 他拔山涉水 拔山涉水呢 他用史诗的格局来表现自己心细的美丽之道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是那个佐水溪的一个景色 这个是最近地震受损的那个沙卡荡溪那边的景色 都是很多的大石头 因为台湾的地理可以说 河流的腹地很狭窄 高山很高 所以平常呢 这些溪流没有水的时候 都是很枯干的 这些石头漏在外面 但是一道台风或者雨季 被水从山上冲刷而下 因为腹地很短 所以呢 马上形成非常强烈的激流 这是台湾的地理的特色 那当时林逊玉的绘画呢 就画了很多这个 他从台湾的这个石头 溪流开始画起 再画到台湾的海边 台湾的高山 我们可以慢慢看他的作品 当时呢 有些艺术家觉得呢 别人都在搞现代作品 你再去开始画这些写实的风景 认为是一种倒退之路 可是他中年以后 他的绘画可以提供了台湾美术最动人的见证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作品 这边是他的美在水里 早期的一些风景呢 还是用大的取景 大的场景 慢慢的他就开始用聚焦的方法来画 很近的来做描写 他所画的作水溪的溪 我大概是按照类别 然后按照年份 把它做了编排 那这些都是溪流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幽静 非常多的人非常喜欢他的颜色 认为他的颜色用得好极了 我最近还接到一个朋友的email 就说非常喜欢邻居的用色 那我是觉得第一他很喜欢用白色 第二呢 他画了有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在先 所以他的绘画不是一种纯粹的写生 而有一种幻想在里面 这是他画的这个水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坡方艳线的那颈子 这是他另外的作水溪 这个是他的索水溪 就是雨季来的时候 那个溪水非常的凶猛地奔流而下 这也是他画的幽谷 脱贫如尽的幽谷 这是他的一些作品 清晰 这也是水 很极灯的水 这是他画的十分瀑布 这是他画的河流 蛮大的一幅作品 这是他的一些西石竹 这也是他的水落石出 他画的这些 其实都像宝石一样 每块石头我们可以看到 它不是一个颜色 石头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变化 还有这个是西洋西下的景色 这第一道金光应该是早上的景色 他的作品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我没有办法统统拿它出来 这边今天做的这个视频已经有将近两百周图了 没有办法再容纳更多 但他的作品非常的多 而且都非常的精彩 然后他开始画汉 然后他画的这个海呢 是满载而归 在归山岛前面的渔船回来了晚上 另外他画的这个阴阳 还有呢 画这个台湾的水岸线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 我们如果去野柳去东北较海岸 这就是台湾的海岸的风景的景致 这都是这些 他的取景呢 其实让我们看得非常熟悉 但他并不是取景那些代表性的景点 靠那种景点来做说明 像女王头 像这些 他不用这些来做说明 可是我们一看他的这个取景 就知道是台湾的海岸的风景 另外呢 他画这个海浪的海淘 跟那个归山岛的 说起来的景致 还有这些其他的海岸的风景 这也是他画的 夕阳如写 这也是浪淘 他另外 到了1985年吧 他大概他去爬了御山 开始画了很多的山岳的景致 这是他画的御山的山顶 然后迈向巅峰 最后他在1986年呢 他到美国来 他带了两幅水彩送给我 他后来主要都在画油画 但他送了我两幅画三岳的水彩 一幅是这幅 一幅是这幅 这两幅都还在我家里面 那他后来呢 像这部他画了一幅构图 差不多的油画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构图很类似 我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景致 没有问他 但是他画的是油画 内容更多 跟水彩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个作品 他叙述的情感不一样 表达的内容也不太一样 但是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壮观 他画的这些山 他的画非常大尺寸 所以都非常的壮观 那些山 你站在画前面 有一种扑然的震撼的 这种效果在里面 这是他画的山 还有很多的树木 山野秋色 这个是很卧大地 这幅画后来 他曾经挂在总统府 这也是他的作品 山岳的作品 那他也画了一些老宅房子 特别是三峡一带古街 其实也非常的耐看 三峡的老街 没有人的 那这一幅是有人的 一些年轻孩子 在三峡老街里面 我想这些作品 会给他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他画这些小孩子 会有一些小孩子的记忆 可以说他表现了台湾美术 最壮阔美丽的山山景象 以前台湾的老画家 虽然也画了很多台湾景色 但都是小小的一张一张的淡水的风景 旅港的景色 没有把台湾的这个山川 用那么大的尺寸 大家可以看看有多大的尺寸 来画这个山川表现了这么多雄伟 这么壮丽的风景 他也画了很多的树 这些作品 还有这个山上的小路 还有这个光线 他很多人说林学院的用色非常好 确实是没有话讲 非常的丰富 他画的这个天佑花莲 还有他的这个受大力祝福的山 我们从这个名称都可以知道 他对台湾的一种感情 那国立台湾美术馆 以前的馆长叫尼再庆 他曾经说林学院的画 颜色是一种模范写实 他用南美洲的文学的模范写实 来做例子 那其中呢 他青年时候 超现实的历练 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作用 那中国水墨画强调照镜的表现 跟超现实 其实有某一种的互通性 那林学院他几位曾经交往 比较密切的朋友 有好几位都是水墨画家 虽然因为一些原因 有一些后来渐行渐远 但是他的封顶画可以说 成功地悠游了 这份东方艺术的自由 照镜的这种自由 得脚踏中西 而从容有余 不过我们若是把他的画 只用简单的超现实 跟本土风景来去叙述的话 其实是过于简单了 他可以说他的本土创作中 从来没有忘情过超现实 他善用颜色 他的风景带有超现实的炫目的神韵 可以说是一种还俗的神秘表现 是一种走回人间的超现实主义 使他的本土具备了宏观的视角 面对前卫艺术的新观念 或者一些新美台的挑战 他偶尔也会硬实地做一些创作 其实也非常可观 这也是他的一幅非常非常大的作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当时蔡国强 他到金门去 在金门的碉堡 他说要开放给艺术家来做创作 他也邀请了林轩岳 那一般的艺术家只是在碉堡里面 用那个空间创作 林轩他就完全打破了 在碉堡里面的观念 他用金门酒厂的高粱酒酒瓶 他设计来准备来制造成一个金字塔 然后在每一个出口两边 放那粉红色的坦克车在那里 来作为一个和平的象征 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草稿 而且这个照片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偶尔玩票作品 其实也非常的可观 那另外呢 他教导他的学生 跟学生讲说 你们有本事 不要整天说要颠覆传统 他说你们要有本事的话 去颠覆当代 所以他的学生后来 叫尼佑安 他们还有另外几个一起 弄了一个准备在威尼斯双年展 就是最前卫的当代艺术展览里面 他们设了一个台湾奖 然后请林轩越跟其他几位 包括陈方明 林鼓方 蔡明亮这些人去当评审 还有陈玉秀去当评审 等于是拿了一个面摊子 跑到一个五星级大饭店里面 来开始卖面 台湾奖的奖金的数 跟那个威尼斯双年展 奖金数是一样的 他们来评选最好的画家 把这个制造了一个很强烈的话题 那也就是一种颠覆当代的一种实践 90年代后期林轩画了很多的水果 这个是他画的莲雾 他画了很多的 很直截了当地画了很多的水果 很多人开始觉得这种水果 一般的画家都是画成桌上的镜物 但它的水果都是长在树上的 而且往往有鸟在中间自然的镯石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作品 也是有不同的光影光线 果实都非常的饱满 它画的 那这个是有鸟 蓝绿色的小鸟在那边吃这个木瓜 另外呢 它还画的有香蕉 还有这个叫台湾蓝雀 被很多人认为是台湾的果鸟 这个蓝雀 那另外呢 这些画都非常大 整个美术馆的整面的墙壁 画的这些作品 而且有一些的标题呢 也非常的甜蜜 像是光影交织 芳香四溢的木瓜记 什么这是他的一些标题 可以说充满了一种 很甜美的一种感情 在里面 那像这幅画其实很有意思 大家仔细看 这个中间 暗色的中间的地方 其实藏了一只猫 这边 黑颜色的画猫 在那样的阴影里面 很有意思的一张画 它的人像呢 画的比较少 人像多半是画周围的家人 朋友还有一些收藏家 还要他画了一些原住民 我们可以很快地看一下 这是他的人像画 这是三地孩子 这是他的人像 这也是女人跟猫 那后面 这个是男孩跟联务树 这是一个台湾的女妻子 他拿她坐红车 然后画了跟木瓜树前面 在吃木瓜的景象 这是他另外画的三地的孩子 还有那个童话记的女孩 这个我们看这个名称 台湾女儿 献上世界第一美味的 艾文种芒果 名字很长 但这是世界第一美味 可以说他对台湾的 这些水果土地 都充满了一种 非常热爱的情绪 其实有一些表现 像鸟在多时 在国画里面有 但是西画里面 很少这个样子做表现 他把这些给用在油画上面 但是色彩更强烈 而且尺幅更巨大 生机勃勃 让这个绘画的亮电 产生了直变 成为坐着笔下风景之外 另一个本土的象征 或者我们可以说 变成一个本土的图腾 这个是他的水果 跟他的人像画 这也是他的人像画 这是画的高山上面的 我相信大概是高山族原住民吧 他们的影射 让高山在后面做他的背景 然后我很快地再放两个专门 一个讲我跟他长年的友谊好了 林隽很有意思 他曾经劝我说 他说要站 就要站在舞台上 就要站在舞台的中间 但我的个性 我往往喜欢享受一种参与的快乐 我必然想担任主角 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回忆 像这个是在西班牙之后 林隽抱着我女儿 她非常喜欢小孩 这时候我女儿整天跟着她一起 她抱着我女儿 在游泳池旁边的照片 这个照片太老了 已经不是很清楚 但你们可以看得到一个感觉 这个是韩航事件之后 她到美国来 她说要克服自己搭飞机的恐惧 所以她到美国来跑到纽约去看 当时皮卡索的歌 尼卡尼当画 然后她 那时候我1978年 刚刚从西班牙转来美国 所以她就到芝加哥来看我 跟我太太 她在飞机场照的 这个是张照片 是我在别人写林隽宇的一本书上面看到的 我都看不出来这是哪里照的 是哪一年照的 是登在林隽宇的一本书里 她跟我们全家 我女儿我儿子一起的照片 这个是2001年 那时候蔡国奖在温哥华 做一个活动 她邀请我去参加 那时候正好林隽宇来我们家 所以就跟着我一起从芝加哥飞到了温哥华 那这边从右边开始是蔡国强的太太 蔡国强女儿蔡国强 中间是林轩月 然后是我 然后最左边的是大陆非常重要的策展人 郑胜天老师 也是大陆当代艺术的推手 住在温哥华 我们的合照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那边做那活动的时候 正好是我太太生日 我女儿也从加州飞来 帮我太太过生日 所以我就坐东请大家吃个饭 这右边是蔡国强太太 然后她女儿 然后蔡国强的助手 然后中间坐的是我女儿我太太 然后是我跟林轩月 跟郑胜天 跟郑胜天老师的夫人 当时我跟我太太开玩笑 我说你真的很有面子 你知道今天吃饭这一桌 不管是台湾的 或者大陆的 每一个跺跺脚的一坛都会震动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人 一起帮我太太过生日 那这次郑胜天带我跟林轩月去温哥华郊外 去参观 那这个是2003年 我跟路易华大学的美术馆的负责人 John Bagley准备策划一个台湾艺术三代展 当时到台湾来挑选作品 林轩月坐在左边第二个 他帮我们介绍一些 他觉得很不错的年轻的艺术家 让我们能够看他们的作品 看看是不是吸收到我们的展览里面来 这个是后来展览 我们又回到温哥华展出 这个照片里面最右边的白头发 这位外国人是非常有名的 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博士 那这个左边最左边是林轩月 然后林轩月左手边的女士是高居翰的太太 也是一个美术史家草新元 那坐在最靠镜头看到一个老门子 穿红衣服的是我 看不到脸了 我们一起吃饭 高居翰请我们吃饭 跟林轩月一起 然后这个是我跟林轩月在洛杉矶的Gating Museum 2005年我们一起在那边 那这个是后来那个台湾三代艺术展到台湾去展出 台湾国地台湾美术馆邀请了美国跟加拿大三个美术馆的馆长 因为这个展览是一个巡回展 所以邀请了三个馆长到台湾去 那林轩月也算是主要的接待的 因为他跟这几个馆长都见过面 所以也是在一起 那最左边的是当时国地台湾美术馆馆馆长林正宜 后来当过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宜 所以我跟林轩月在台湾 那当时展览的时候呢 我女儿我儿子跟我的女婿 当时她跟我女儿是订婚 他们一起回台湾去 那身边呢 就是我太太 他们希望她的我太太的娘家的人 也能见见我女婿 对他们一起回台湾 他们跟林轩月一起 因为他们从小就跟林轩月 三次Uncle林轩月就非常的熟 他们一起在讲话 然后呢 这是我女儿女婿跟林轩月一起 当时林轩月就跟我女儿讲 你结婚的时候我会送你一张画 结果等我女儿她结婚的时候 她真的送了她这张画 一张油画装在玻璃筐里面了 这个照相照得不是很好 会反光 但是我们没有打开 就是把她给拍下来了 所以林轩月给我女儿的一个结婚礼物 那后来林轩月觉得光给了我女儿呢 好像对我儿子不公平 所以她又要送我儿子一张她的水彩老虎 我说林轩月画过很多动物 但是大概老虎我不想她画过几张 很可能久有这一部 那给了我的儿子 那这个是我们一起2007年到South Dakota去 到那个Bairlands National Park 林轩月在那个很惊险的地方站在那里 我开玩笑的时候 像是黄野大标课站在那边 我跟她一起到过有生命地 到过Bairlands National Park 还到过这个Rosmoor Mountain 到过很多地方一起 都是我开车带着大家跑 这样子去玩 就是我们回台北 在台湾吃饭 然后吃完饭我们到林轩月家 这是林轩月的家 很少艺术家到过她家 我们在那边聊天 那那年我太太也回去 所以我太太跟林轩月 还有林轩月的夫人 他们一起找 这照片是我照的 所以我不在这个照片里面 找的这个作品 这个是2018年 林轩月在高雄美术馆 有一个非常大的展览 我揭幕的时候没有回去 可是后来我回去 为台南美术馆策展回去 我就特别从台南去看 她的展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画质多大 那时候她巴金森症 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看看 最后一段讲林轩月 我写的是坚毅跟荣耀 林轩月她是一个 很多人看她 是很严厉的人 其实跟她接触 是望之言然 及之也温 我们中间有很多 开玩笑啊 讲话都完全没有 不记得 什么都可以说的 这个情形 那她自己呢 巴金森之前 她是经历非常充沛 我们出去玩 常常达到很危险的地方 都她自己爬 比我爬得还快 可是呢 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 她连旅行 都不能够出外旅行 这是她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照片 林轩月可以说 她自己崇拜英雄 她很喜欢音乐家贝多芬 她也喜欢研究 最容易产生 英雄战争的历史 也把自己的艺术 当作一种英雄之业来从事 她在艺术界里面的朋友不多 她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 有医生 有圈外的文学家 在艺术画家朋友并不多 她曾经跟我讲 她说老虎都是独来独往 只有狼才成群结队 她认为并不需要弄了很多人 弄成一个团体这样子 在画坛里面 有一个传说 说她曾经提起一个 比较年轻的艺术家 去做美术馆的公子 馆长 后来有人就跟她讲 说那个画家 其实是会咬人的老虎 她说你要小心 不要被她咬到 结果林轩月她回嘴 她说她宁可牵一只老虎 也不愿意牵条狗 这是她的传说的一个话 我有一次问过林轩月 我说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林轩月她笑一笑 她没有回答我 我相信是真的 因为这话把她的个性 可以说形容得非常的透彻 那这边的最章是一个新闻报道 当时台湾的GBBS新闻台 在报道标题就是 谢长青老友林轩月 本土画作进府 这是2008年 林轩月的作品 被马英九总统他们选进了 到总统府里面 挂在总统府里面 当时林轩月跟马英九说 很坦率地讲 她说大选的时候 我是投了谢长青 她说但是我对于 马总统的操守跟青年 她说我是肯定的 她这样讲 那当时马英九跟她讲 她说她上任两个多月以来 她尽量要把这些意识形态 把它降低 尽量不要去挑 尽量地让她能够和缓 然后尽量释出多的善意 希望大家能够走向一个 融合和解这样的 台湾才有希望 这是那报道里面 讲马英九的话 那报道里面 一个结语是说 靠着一幅画 蓝绿在总统府大和解 林轩月的绿 遇上马英九的蓝 这两种台湾敏感的颜色 难得跳出框架和平调色 这个报道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报道 这是马英九在总统府 看林轩月的画 另外马英九她的总统府招待这些几位艺术家 总统府每一次都会跟艺术家商界一些作品 挂在总统府里面 我个人觉得是应该用买的 不应该用借的 因为艺术家需要这些金钱 可是这是台湾行之有年的一个惯例 那马英九之后 蔡英文居任总统 蔡英文在 她自己说 她在2012年选举失败以后 林轩月鼓励她再站起来不要失智 所以呢 林轩月的话 当然就更顺理成章 成为总统府中的常客 这个是照片呢 是2013年 当时蔡英文选总统失败 可是她当选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林轩月当时在台北市里每次办展览 蔡英文到场帮她来做开幕式组织 那这张是开幕式 我们可以看到 坐在地底下的 包括有当时的副总统吴敦毅 包括有台北市市长 郝龙斌 蔡英文在那边主持开幕式 全坐在那里 其实这场开幕式 我也到了 但是我是不喜欢站在舞台中间的 我跑到这个最后面去 这边看不到我 当时林轩月后来跟我讲 她说其实她并不想要 这些政治人物来的 她说可是她是跟台北市里美术馆赌气 她说因为台北市里美术馆 给她的展厅安排在三楼 她要求在一楼的大厅 台北市里美术馆不肯给她 她说可是台北市里美术馆 把一楼大厅就往往会给一些日本的艺术家 国际来的艺术家 或者大陆的蔡国强 艾未未 就是不给台湾自己的艺术家 林轩月非常地不高兴 她说她要展现一点人脉 给这个市里美术馆一点颜色看看 结果她就真的是展现她人脉 这非常强大的蓝绿的大咖全部到场 从那之后美术馆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大人物 同时到场为一个艺术家的开幕来出席的 所以从那个之后林轩月再到其他的美术馆展览 每一次都是给她最好的展厅 再也不会拿一个三楼的展厅来做孕妇了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也是林轩月的个性 她敢去真敢去展现她的力量 来做她所需要的事情 蔡英文后来当了总统以后 她的画更是画在总统府里面非常多 像这是她招待日本的前首相 后面就是林轩月的画作 那他们开会后面也是林轩月的画作 那蔡英文讲的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她说林轩月的画怕气 她说挂在哪里 旁边都不适合再挂别的画了 所以只能够让她用的画来独占一个厅堂 这个是蔡英文这样说的 在私底下呢 其实林轩月她是一个非常勤奋的艺术工作者 她画画格局也大 不过由于在艺术界她树敌过多 以至呢她还很多台湾的一些艺术的奖项 像国家文艺奖 中国化学会经纪奖等等 这么久都始终跟她擦身而过 没有给她 一直到2020年才终于 伙伴吴三联奖 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但是她的成就已经不需要这些奖来锦上添花了 这就是林轩月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她后来 在帕金森镇行动不便 她在一个废弃的面粉工厂里面 拿来当她的画室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画 她坐在起重机下面升降 然后在上面来画画 画非常大的画 非常不容易的画 我们可以看到美术馆里面的画作品都是整面墙 整面墙的这些作品 都是这些大的画都是她在帕金森之后 而且身体越来越衰弱以后完成的一些作品 OK 最后一个几张 这个是2018年林轩月来高雄美术馆各展的照片 当时泰英文已经是总统了 她与总统之尊亲自南下 再次为林轩月来主持开幕式 并且甚至中间有一段时间帮林轩月来推这个轮椅 她说这个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在开幕式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作品有多大 林轩月坐在那里前面 那这个呢 这位是那个诗人余光东的太太范我纯 她也被林轩月邀请来参加这个开幕式 在70年代台湾发生乡土文学论战的时候 余光东他发表过一篇文章叫《狼来了》 可以说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一直不被许人谅解 因为为什么说错误呢 因为在那个年代 我们知道如果乡土文学没有像是陈英珍 王拓 王真和 黄春明的这些作品 像《江军族》《金水省》《玫瑰玫瑰我爱你》 《驾张一牛车》《看海的日子》 《儿子大玩偶》 这些优秀作品的话 台湾文学其实会顺色很多 诗色很多 不过在那个反共抗恶非常严峻艰难的年代 很多人他都自己以为在做对的事情 其实却是错的事情 在余光东发表这个《狼来了》那篇文章的时候 就反对这些乡土文学 工农兵文学的时候 林轩越非常生气 他曾经画了一幅画来讽刺这个余光东 可是后来在林轩越自己生命碰到低潮的时候 那个余光东跟他的太太对林轩越 可以说有很多的鼓励 因此他们中间宾室前前 林轩越给了余光东的一幅 他的画就叫《生命》那一幅画 等于是谢谢余光东给他的一种鼓励 那余光东他后来也在文章里面他讲 他说中年以后 讲林轩越 他说中年以后他开始去清静自然 投怀造化 尤其是台湾的山水 说的更精确些 台湾西谷的水鱼石 这一回头他投入了不是日常的生活 而是天堂地久的生命 台湾神奇的地质寿命 新月的水石世界既有写实之逼真 又有造化之入神 乃能引领观者出入虚实的大自由 这是余光东对于林轩越作品后来的一个评价 那余光东去世的时候 他没有得到绿色总统颁登保养令 很多文化界的人去世都会获颁保养令 可是余光东没有 因为他写狼来了 得罪了当时的很多绿营的人士 其实政治的立场和文学或者艺术的成就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林轩越呢 在开幕式上 他直言不讳的个性 他当着蔡英文的面 为余光东报屈 认为诗人事是政府不做任何的表示 是对余光东不公平 他当着蔡英文面 当着余光东太太面这样再说 后来在英文界就引起了一个政治立场 必然影响文学艺术的评价的这种讨论 这是开幕后的合照 我们可以看到林轩越后面是蔡英文站的 然后林轩越在另外后面这边 穿红衣服是林太太 林太太旁边就是余光东的太太 他们大家一个合照 那其实呢 我们私底下也都希望台湾社会 也有这样不同立场 但是有彼此接纳和和解的一个心胸 林轩越的绘画 他终身围绕在维新的超现实领域徘徊的话 他的成就会属于他个人 但是如果继续甜美的水彩 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受人喜爱的画者 但他选择了超越建构出缤纷自信的台湾风貌 景茂 本土一词就比乡土具有更多的自我的肯定的内涵 带有一种积极的精神 使他的创作与台湾土地和历史结合成为一体 他写中国油画百年史这本书 花了三年时间写到2002年出版 他的副题是20世纪最悲壮的艺术史诗 这个副题你们可以看得到 那当时出版这本书 我跟他讲 我说20世纪中国没有英雄 应该改为中国20世纪最悲惨的艺术史诗 但他没有接纳我的这个意见 但是我看他后来整个的状况 我是觉得其实拿悲壮这词来形容林轩越自己的人生 倒是非常的贴切 他从孤儿到成民 到后来身体常识被这个病痛所困 逐渐失去行动的能力 却用意志为台湾留下最恢宏壮丽的风土的技术 令人感佩 他曾经说过 他说战场是将军最好的归宿 画家最好的归宿 应该是在画作前面 三年前我回台湾 我去看他 跟他谈话 见他头脑非常清楚 但是身体日渐衰弱 我心里其实非常的难过 但我知道 以他坚强的个性 他不需要旁人的同情 他更盼望别人对他的生命的一种喝彩 他的身世和艺术恰向台湾岛屿 远得历史和地理景观 静烈的风美丽的山海 虽然经历过悲情 依旧倔强而挺立 永不屈服 林轩月 他以他的美术解放了自己的人生 和海岛历史命运的枷锁 展现了动人的风采 和强润的生命力量 是他回馈给台湾这块母亲土地 正珍贵的一个贡献 这是我今天对林轩月的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 这个壮风车的刘吉哥德 最能够理解 他也是 一壮的艺术英雄 强韧的Big Tiger 对我们这个非常感谢刘老师 不但讲述艺术家的人生历程 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 更与世界的美术思想接轨 阐述台湾美术创建的深刻意义 今天我主要是以朋友的立场 来讲我所认识的林轩月 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 不但是为了艺术感动 为艺术家的人品风格感动 也为半世纪的友谊深刻的感动 从这个萧瑟的鱼骨头 到北美的鱼群 从枯枝到枫石的果树 真的是太精彩的这个艺术生命 我们想也许今天 林老师还有夫人 也许都在我们的这个荧幕前面 那么如果你们在的话 敬爱的林轩月老师 我们希望呢 你能够感受到我们深刻的感动 也听到我们非常诚挚的感谢 这么精彩的作品 这么精彩的生命的示范 现在的科技能够在一个 讲座一个视频里面 展出将近200部作品 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画展 或者出一本书 这个是以前做不到的 而且这些作品很多 如果现在真的要拿出来展览的话 要去借回来 要花很多的精力 甚至以前卖出去 卖到哪里都不知道了 但是在网路上 可以把它重新都给呈现出来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 数位的一种传播的力量 这种新的形式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能够翻出很多 像我相信中间有几部作品 也许人类自己都不太记得了 但是能够翻出来 那像我自己这里收藏几部 我相信在台湾的画色上面 也都没有出现过 都可以用网路把它全部同时 给呈现出来 这就是今天的网路的一个 可以说优点 也可以说它的一个力量 对 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在90分钟 能够欣赏这么多精彩的画作 而且还有我们刘老师 能够讲述的这么好 不但是画作本身的欣赏 还有台湾的美术史 世界的这个艺术的思潮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感谢刘老师 再次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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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